唯有透过不断的修行 才能够使我们福慧俱足 每当遇到挫折时 常会想要求助佛菩萨的帮助 好度过难关 却忘记平时需要透过不断的修行 才能福慧俱足 而威力法师已浅白地开示 帮助众生们解开心中的种种疑惑 你生活在这个阶段 你年轻人 一个是学业顺利 二来工作要找得到 工作找得到要来什么 男女朋友一定要能够顺利 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顺利的 我们自己都经历过 都会有经过风风雨雨 但是这里面我们以前不懂 那我们学了佛法以后 经典讲得很清楚 你如果说 过去是一直在十三年 你都修得很好 你一直都没有去犯这十三年 那相信你这也是难 也就是佛法一开始他讲的 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内容 他就讲说诸恶末做 众善奉行 这样修行人他就可以修了 当然这个是属于利根的 利根就是他的根性很利 听了以后他就启发出来 就像六祖会 一听无助身心 这几个字他就启发他过去 是所写写的这个波的智慧出来 与佛的因缘具足时 悟性慧根将会清静自在 悟性慧根将会清静自在 佛里所要传达的圣神意义 也将自然明了 常常到寺院走走 接受佛法词汇的熏陶 更能早日昌悟人生 得到成佛 十方新闻杨鱼带简余林 台南采访报导